1627年5月 22岁的木匠皇帝朱游孝划船时 不幸落入水中 结果捞上来没多久 朱游孝就病入膏肓了 眼看着就要嫁喝戏去 然而朱游孝在位七年 却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子嗣 皇帝没有太子 大名后继无人了 当然了 朱游孝身体并没有毛病 作为皇帝 他的妻妾也很多 想要个孩子并非男士 无奈的是 为忠贤和奶妈客室 从中作梗 朱游孝方才落得个 段子绝孙的下场 于是 朱游孝找来自己的 五帝朱游孝 将皇位留给了他 兄中帝籍 大名皇位延续的一贯传统 上一个这么干的 还是明武宗朱后照 不过 朱后照好歹留给 朱后总一个盛世王朝 可朱游孝呢 外有强敌桓四 内有燕党掌权 朱游孝的皇位 如座真真 甚至 就在朱游孝驾崩前 他还不忘叮嘱朱游孝 悉心照料客室和魏忠贤 在朱游孝看来 没有魏忠贤 他的弟弟 真坐不稳这个皇位 可在朱游孝眼中 正是有了魏忠贤 他的哥哥 方才走到了 如今的地步 此时 魏忠贤大权在握 肆意排除一击 纵横明廷数十载的 东林党人早已成了过街老鼠 大明文臣各个家旗尾巴 连放个屁都得捂着 就连镇守辽东的孙成宗 袁崇焕 也不得不委屈求全 大明江山还是姓朱 可明眼人都知道 出了个本朝曹操了 了解过汉末的邪天子 以令诸侯 也听说过司马昭之心 路人皆知 朱游简深知 魏忠贤的野心 丝毫不亚于曹操 司马懿 他用自己的亲属 替换朱游孝的子嗣 就是最好的佐证 因此 如何扳倒魏忠贤 成了压在朱游简头上的 当务之急 8月22日 朱游孝死了 朱游简和魏忠贤的斗争 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对于朱游简 魏忠贤是知道的 低调 内敛 很聪明 诚服也很深 以他的智商 在朱游孝活着的时候 从未敢招惹 对朱游简 都是敬而远之的 可朱游简一上位 魏忠贤就不得不 活动自己的小脑袋了 新皇帝 让不让自己活 应该怎么样 控制住朱游简 万一他不听话 是否效仿霍光 废掉小皇帝呢 摸不到对方的脉门 魏忠贤很无奈 除了试探 别无他法 朱游孝死后的第九天 魏忠贤假模假样的 上了一道辞职的奏折 表面是不干了 回家养老 实际想探查一下 朱游简的意图 老掉牙的套路 古人玩剩下的 以退为进 成了魏忠贤的定海神策 朱游简收到奏书后 他笑了 果不其然 一个插可打混的无赖 纵然翻身当上了 九千岁 可脑子里的东西 也就那么一丁点 只是 汇集在魏忠贤身边的 势力可不小 他还是需要谨慎应对 于是 朱游简亲自找来魏忠贤 言辞拒绝了 他的辞职请求 并向他透露了 朱游孝的临终遗言 毫无保留地信任魏忠贤 此话一出 魏忠贤心中的 大石头落地了 原来 朱游简并不如 传说中的那般 阴质 狠毒啊 要命的事情 他肯定干不出来了 或许不用冒天下之大不韦 推翻他的皇位了 当然 魏忠贤还要试探朱游简 是不是一个听话的皇帝 因此 魏忠贤找到了 朱游孝的奶妈客氏 二人一合计 决定让客氏也辞职 再次试探朱游简的心意 可是这个人 长得很妖艳 对于年轻的帝王 吸引力很强 他本该在朱游孝六岁时 就出宫嫁人 可愣是带到了朱游孝继位 甚至 还和魏忠贤搞起了对事 搭伙过日子 就连后宫中的头把交易张皇后 也被他整吊过孩子 可以说 魏忠贤是大明台前的一片天 而客氏 就是幕后的一把手 只手遮天 结果 朱游简直接推开了这把手 他毫不犹豫地 接受了客氏辞职的要求 李送他出宫 事实上 朱游简给出的理由 也让魏忠贤无言以对 他是朱游孝的奶妈 又不是我的 现在朱游孝死了 我留他在宫里 会招致天下人非议的 可是傻眼的同时 魏忠贤也猛圈了 朱游简的举动 莫非是给一盒枣 再打一棒 还是告诉他 我不杀你 但也不会听你的话 魏忠贤想破了脑袋 也没想明白 朱游简究竟要做啥 于是 第三道策验来了 仍然是辞职 不过这次换成了王体前 如果说客氏 是魏忠贤的左膀 那么私里间掌印太监 王体前就是他的右臂 很显然 魏忠贤还在摸朱游简的脉 他是否要对自己 这帮人下手 很快 魏忠贤就得到了答案 没有 朱游简不仅不同意 王体前的辞职 还大肆提拔 魏忠贤麾下的太监 各个为以重任 大有一副 非你不可的架势 魏忠贤这下彻底放心了 然而 就在魏忠贤的双眼 紧盯着朱游简时 朝外却发生了 令他意想不到的变化 复都御使杨索修 敬尚书弹劾官员 而且一弹劾就是四个 从尚书到巡抚 再到少卿 涉及面之广 极为罕见 不过 他们四个的共同点 也很明显 都是魏忠贤的亲信 典型的燕党权臣 魏忠贤刚放下的心 又悬起来了 于是 他又暗中召集人马 准备鱼死网破 既然玩计谋 不是朱游简的对手 那只好亮出手中的底牌 正面硬刚了 魏忠贤想得很透彻 可朱游简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当杨索修弹劾四名官员的罪名 摆在朱游简的案板上时 就遭到了他的严厉斥责 四个人的罪名 出奇的一致 不孝顺 朱游简随手一摆 告诫杨索修不要乱口帽子 可杨索修也是个牛脾气 非要争论个明明白白 最终 四名官员在魏忠贤的暗示下 纷纷主动辞职 毕竟 不孝顺是真的 朱游简护着燕党 也是有目共睹的 甚至 朱游简还强行留住了兵部尚书崔承秀 至于原因嘛 崔承秀是魏忠贤集团 仅次于王体前的人物 赶走他 那之前的一切努力 不都竹篮打水翼敞空了 9月24日 魏忠贤刚刚抚平内心的惶恐 危机又来了 这次 国子剑朱三郡 没有将矛头对准魏忠贤的亲信 而是瞄准了他的铁粉陆万灵 古代的铁粉 可不是看个演唱会 买个专辑这么简单 陆万灵下了不少功夫 魏魏忠贤在全国各地建立生辞 所谓生辞 就是为活人修建的祠堂 古往今来 除非生于乱世 能够得到生辞的人 少之又少 尤其是太平年间 这是对黄泉的极大挑战 于是 朱有俭当机立断 下旨捉拿陆万灵 详加审问 此时 魏忠贤也得到了消息 借着陆万灵的案件 他再次出手试探 上书要求朱有俭 专专专专专专业 一灭三族 也在可操作范围内 牺牲一个粉丝 看透朱有俭的意图 何乐而不为 然而 朱有俭却没有上他的当 在魏忠贤表态不久 朱有俭就大手一挥 算了吧 释放出欲 不再追究 魏忠贤的内心 再次平静 结果 一旦激起千层了 散落在各地的巡抚 纷纷劝见朱有俭 大肆夸在魏忠贤 请求在管辖之地 为他建立生辞 这不是火上浇油 这是将魏忠贤 直接放在火上烤了 因此 魏忠贤匆忙跑到朱有俭面前 跪地请罪 并要求朱有俭下旨 毁掉所有的生辞 严禁他人修建 朱有俭当然不会放过 这送到嘴的肥肉 当然了 他也做了一些弥补 不仅再次封赏了 魏忠贤麾下的 燕党官员们 还将一张免死铁券 交给了魏忠贤的侄子 魏良卿 众所周知 大明朝的免死铁券 免不免死 皇帝说了算 就这样 在朱有俭死后的一个月内 魏忠贤像坐山车一样 一会上一会下 内心摇摆不定 始终被朱有俭拿捏 然而 拿捏他的还不止朱有俭 还有杨索修 原本 杨索修弹劾崔成秀等人 就是为了试探朱有俭 对魏忠贤的态度 可在遭到朱有俭的斥责后 杨索修就暗中 指使尘尔义为崔成秀辩护 并弹劾他造谣声势 于是 由利于朱有俭 魏忠贤之外的第三方势力 搅混了这场斗争 朱有俭认为 尘尔义是魏忠贤的人 他搞不懂魏忠贤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只好拿尘尔义开刀 下语处置 反观魏忠贤 他则表现得更愚蠢 在崔成秀受到辩护后 魏忠贤却汽车保帅 竟安排手下公开弹劾崔成秀 将燕党所有的罪责 全都推到了崔成秀的身上 此外 他还自吹自擂 指使手下向朱有俭 捧高自己的地位 这是魏忠贤成为九千岁以来 下得最臭的一不起 燕党成员看到了 都像吃了苍蝇一般 欲哭无泪 而朱有俭 则很高调地批准了崔成秀的辞职 不费吹灰之力 就拿掉了魏忠贤掌控兵部的三把手 当然 魏忠贤也以为他胜了 正所谓 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 魏忠贤只想用崔成秀 保住他的荣华富贵 至于套狼 他还有绝招 那就是哭 魏忠贤的哭 百事不爽 朱有孝生前 有人弹劾魏忠贤 他只需假惺惺的掉几滴眼泪 就能将朱有孝感动的不之所以 因此 六十岁的魏忠贤 跪在十七岁的朱有俭面前 嚎啕大哭了 可朱有俭不是朱有孝 他没有感动 只有无尽的恶心 魏忠贤的套狼 没有成功 也不算失败 毕竟 朱有孝还没有等来那封石破天惊 足以彻底瓦解 燕党集团的奏折 或者说 大明朝的文臣 还没有人敢站出来 公开反对魏忠贤 不久后 国子剑的钱家纸上书了 矛头直指魏忠贤 竟列出了他的十大罪状 每一条都朝着 诸灭魏忠贤的九族奔去 显然 这是朱有孝要动他的节奏了 于是 大明朝的文臣武将们 都在家埋头写奏折 至于内容 无非是与魏忠贤做切割 并举报他的悖逆行径 魏忠贤很慌 非常慌 他不知道怎么做 毕竟 他是个市井无赖出身 倚仗着朱有孝的宠信 才能权倾朝野 至于权谋 成府 他没有 完全没有 因此 魏忠贤能想到的 只有两条路 哭和辞职 魏忠贤第一时间 就跑到朱有孝面前 痛哭流涕去了 可效果不佳 朱有孝冷言冷语 铁面无情 根本不给他补救的机会 他只有第二条路可走 辞职归隐 这一次 这一次 朱有孝批准得很快 然而 临行之前 魏忠贤还想跟朱有孝耍 耍个小聪明 他担心朱有孝不会放过的 就效仿王俭 萧和 自无保命 营造一副贪 没有野心的模样 于是 魏忠贤的家财 装满了整整四十辆车 数百名护卫沿途护送 车队绵延尽势力 结果 朱有孝却将他 按在了回家途中 他这哪是在保命 分明是在炫耀自己的财富 逼着朱有孝杀他呀 12月11日 当魏忠贤走到 傅城县的一个查馆时 他得知了消息 于是 上吊自尽了 魏忠贤死后 朱有孝亲自上阵 彻底铲除了燕党集团 就连埋进土里的 也被他挖了出来 事宜斩刑 历时七年有余 让朱有孝担惊受怕 三个月的燕党一派 彻底被扫进了 历史垃圾堆 而那个被朱有孝 授予免死铁券的 侄子魏良清 也在同人斩首 大明免死铁券 真的不免死啊